食物市場 食物市場 嗨大家好 我是加州人質的マーキ 又回來了 今天我們要吃Potato Chips 可是話不多說 這個介紹 我是Rachel 大家好 我是Annie 那今天要介紹 就是美國最普遍的零食洋芋片 那大家應該對這個牌子非常非常了解 因為各國好像都可以看到這個牌子的洋芋片 那最近它這個公司呢 這幾年常常就是會爭取大家意見 然後做出一些很特別很特別的口味 然後讓大家來試吃 然後之後你可以去他們網站投票 然後就是每年的總冠軍呢 它那個口味它會就一直做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繼續有機會去享用 那剩下的呢就是拜拜了 你就是趁現在趕快去買 因為之後你就吃不到了 那我們今天大家肚子餓了吧 看你是最興奮了吧 還好吧 有沒有準備想要先吃什麼東西 先從這個 等一下你們兩個先我過來看看 你們到底吃不到這裡上面講的是什麼東西啊 吃過嗎 吃過嗎 我愛吃這樣子的 我都沒吃過 你都沒吃過啊 真正的食物你也都沒吃過 我說洋芋片 有有真正的食物有 對啊真的 OK那 那先吃 經過討論後我們要先從這個口味 它是松露薯條口味 很奇怪 因為洋芋片是馬鈴薯 很多做的嘛 好吃要有點重複 那大家應該知道松露是什麼東西吧 就是很貴很貴很貴的一種食材 那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份量卡路是160 這一包裡面有八份左右 所以 準備一鍋 胖子多也不是 沒關係 不是要別人想太多 來來來來來 你讓大小的先來 小的先來 謝謝 吃吃看吃吃看 好餓 吃完要記得口味 待會要 介紹一下 之前還蠻機嫩的 對 然後不會太鹹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 但我覺得好像還是有點油 會油嗎 對啊但是臉還是蠻油的 味道還不錯 一點酸酸的 Potato Chips 我覺得有點油 不油才見鬼了吧 有這種 其實不是烤的 這個應該是炸出來的吧 你不怕怕你吃這個 看我現在才知道 我應該就是不怕怕那種 嗯 你數字了 我真的好了 吃得出一點 它有點 它的 嗯 起司的感覺 嗯 我覺得起司的味道 比松露的味道重 嗯哼 可是吃得到一點點啦 如果你嘴巴 很 很 夠明 靈敏 對我不夠靈敏 我沒吃到 謝謝 太瞭解我了 我中文就是爛搶 就出話來 然後這個 這個口味是 Submit it 是 NG food 而且是我們南家的耶 從住在Urbine的 Angie 提出來的意見 提出來的意見 不錯喔 拿到第二個口味 Southern Biscuit and Gravy 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 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嗯哼 大家要不熟悉的話 好像 Denis有 Denis有 有賣這個 這個東西 不過千萬不要臉 那邊的不好吃 一點都不到底 那這是比較非常 嗯 美國南部 南部他們人 做的一些口味 通常他們是 拿這個出來 剛剛早餐 就是那種 他們特別種的麵包啊 加上一個很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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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醬料 就是 怕旁的人 千萬不要吃點東西 繼續 這個熱量 這個熱量一樣160 跟那個一樣 就沒錯 就口味而已嘛 來來來 喔 這個聞到味道不錯了 好香喔 有 欸這個一聞就有 聞到有點辣的味道 對 是有 因為它這個醬 再會加一點 sausage 那種早餐的那種 嗯 它的 感覺它的味道沒有 比較沒有附著 在養點上 是 吃得出來特別的味道 聞得其實它很香 但吃起來就 我自己覺得還好 嗯 來 我覺得吃到前面 有比較的味道 那因為裡面應該是有胡椒 是嗎 裡面是有胡椒嗎 點黑的味道 味道還不錯 但是感覺有點 我覺得有點辣的感覺 胡椒啊 嗯哼 有胡椒的感覺 我覺得 還不想像中好吃 想像中好吃 什麼 什麼 我吃得出來 這個我還比較吃得出來一點 它就是 Southern Hot Biscuit Gravy 它所謂 真正食物的 我吃得出來它統合進不去的味道 嗯 而且我覺得跟 那個 養育片還蠻搭的 嗯 不錯欸 再吃一遍 不怕別的口味 太熟了 來來來來 難得一次 好 這到我們第三個口味了 我們總共要吃四種口味 要一樣 今年三種四種口味 嗯 那這個是New York Ruben Sandwich口味 你吃過這個Sandwich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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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過 你吃過這個Ruben Sandwich 那 到不到地都不知道 哈哈 那它這個Sandwich呢 是用 怎麼說 是用牛腩那個那塊 去做的一個叫 通常大部分是Corn Bee 然後它已經醃過很多味道 通常蠻有鹹味感的 然後醃過 然後煮出來 然後切成一片片的 然後加上一些 德國式的酸菜 嗯 有沒有吃過德國式的酸菜 嗯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酸黃瓜 然後 它們特別的麵包 綜合起來味道 還有一些 Swiss cheese 瑞士 烏肉 嗯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看你是不是出來 我講出來那些口味 好 既然你說你吃過這整 三年吃的話 哈哈 來 還是一樣 然後 熱量也是 很低一點 低了10卡 150而已 怕肥的選這個 然後 欸 這個是我們 Jeff Dubois 從 Pensylvania 冰州 的Jeff 的Idea 給這個 紐約的 一個flavor 趕快吃 趕快吃 我吃到你肚子餓了 對不起 嗯 好香喔 好吃 是 zier 剛才我講的一些口味 有沒有 是 很多 你可以再吃 吃 有那個 德國香辉烤瓜的味道 我覺得有出來 你說酸菜吧 然後 酸菜酸菜, sorry,酸菜 對,真的有酸菜的味道 但是有點煙燻的味道感覺 啊,那就是它是肉的口味的感覺 好吃,感覺少吃卡吃起來放心一點 啊, again 看他生起來就知道 這邊杯子是我今天 繼續吃啊 好吃嗎? 味道不錯 可是我好像吃出來整個 它那個三明治的感覺 倒是它特別那個麵包 那個rhy bread 那個中文我不是在講什麼黑麥 還是特別一種麵包 它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倒是它那個麵包的 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我倒是有點吃得出來 對,所以吃出了層次感嘛 它吃出了酸菜 我吃出了煙燻 你吃出了麵包,正好 完了 我覺得最後麵包那個味道會留在你就是鼻腔的味道 你知道我在講那個味道 那個麵包味有沒有 對 吃完後然後你再喝一點水 然後就覺得 欸,就是鼻腔都是那個 麵包的味道 嗯 好,其實像最後一個口味沒有吃了 這個 後面唸 Gyro? Gyro? 我不知道 後面唸 我都是唸Yuro 欸,你跟我唸的方法一樣 對,跟我不知道對不對 對 不過老實說你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講法 其實 你隨便講它要聽一種 Yro Gyro Yro 隨便你翻 那 重點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希臘口味的 那 這是希臘的非常 常見的一種 怎麼說呢 烤肉 烤肉捲餅 它那個肉呢 不一定是牛肉排 還是羊肉 每家做的可能不太一樣 重點是他們就是 就是弄了一大串 然後在那邊慢慢的燒烤 長時間燒烤的 然後會加很多很多的香料味在那邊 然後之後再一 再直接在那個捲子上 對,一大一坨慢慢燒下來 對,一片燒下來 通常有個配醬 那它的配醬是 叫 呃 其實名字傳聞我解讀 Gyro But anyways 它的醬 它是從優格做出來的 優格乳加上 它可能會加點什麼黃瓜 在裡面 然後一些小茴香 呃 鹽 胡椒 什麼 檸檬汁那些的 對 這樣的話 比較爽口一點 吃比較不會那麼膩 這樣太多了吃吧 好 幹嘛就這麼多 你吃過真正的優惠嗎 那樣 下次帶你去吃了 你哪一家的聖州嗎 呃 一時間想不出來 比小的吃不起來 肚子餓 我的最愛的是 嗯 這好香喔 嗯 我覺得那個 那個優格那個味 沾醬味道很重 吃出來沾醬味道 嗯嗯嗯嗯 我怎麼覺得這個像泡麵啊 哈哈 哪種泡麵 我們國產的康師傅泡麵 沒有 真的 康師傅什麼口味 康師傅有很多種口味吧 你拿一種牛肉麵的一種 就是 我對泡麵比較陌生一點 它有點 辛臭的 羊肉燒的那種味道 哈哈哈哈 就是 沒有想要做好吃的 反正是我最愛的 沒有想要做好吃 所以我就說嗎 這叫做 You can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嗯哼 中文詞是什麼 不要以貌 對 啊 是是是是 那該我試試看啊 嗯 嗯 吃吧 吃得出來 烤肉味 烤的一定是羊肉 哈哈 然後 它的那個沾醬 吃得出來一點 欸為什麼這個口味的 比較脆啊 對 它真的比較脆 哈哈 這個香泡麵啊 哈哈 乾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James Wagner 從 德州 介紹的 大家都記得 各個 各種不同的口味怎麼樣了對不對 我們要投票囉 好 好 Rachel先開始 好 我覺得 我會喜歡這一個 這就是什麼 松露的這個 因為這個吃起來 我覺得 口感最像薯片 而且吃起來 鹹鹹脆脆的 蠻好吃的 吃起來 蠻不錯的 那 至於最不好吃的 我覺得 當然就對 這個 就是真的很 泡麵的感覺 而且對 很讓我失望 就跟我想說這完全不一樣 所以 對 那應該不行這樣 那 欸 妳呢 我最喜歡也是松露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 就是有那個 波浪文的薯片 然後 雖然說 嗯 卡路里同樣份量的 就是泡麵幾種多的食感 但我覺得 就是它因為很好吃 吃起來又很清爽 讓我覺得 不會有那麼有負擔的感覺 然後我最不喜歡 是這個 Rubin 因為我本來就沒吃過 但是吃起來也還是 不會想像出 那到底是什麼感覺 然後 就只是一直吃得出 那個德國三餐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吃完這個裡面那個 那個sandwich 妳都不想再吃了 對 就覺得不會有任何期待 嗯 那我的話呢 欸 老實說我可能最喜歡的是這個 這個Southern I forgot Southern Biscuit and Gravy 因為我覺得 整體上來說好了 妳整個食物的味道 它這個最顯現出來 它的原本食物的味道 而且 還跟那個薯片的味道很搭 所以 基本上來說 如果說妳是喜歡吃 這個Biscuit and Gravy的人 選這個 應該是不會錯的 那 其次的話 就是這個 因為是這個 最容易 融入那個味道中 不過 否則 我的第一個選擇 是這個 那我最 不OK的 可能也是這兩個其中 那個吧 那那個是哪一個 我 應該是選 這個吧 因為 從頭到尾我只吃 穿那個麵包的味道 可能一點點那個肉的調料味 就覺得好像 不再吃 真的沒有再吃那個 那個 三明治的口感 不是口感 那個味道 所以 整體來說 既然妳們兩個都選這個 那應該 少數服服多數 那當然大家如果說 想要 嗯 自己去買的話 妳可以去各大超市 不一定是買到四種 那妳自己去選 想要買什麼 那妳們自己吃之後呢 妳們可以到 她們的網站 她們在 妳可以投票耶 投票就是 意思是說 她們每年的 的 的大贏家 她就會繼續的 出那個 那個